好,我们经过了前面的七期 这个节目已经编完了 这首歌的前奏 主歌Precourse 就是预备复歌 那么这个视频呢 我们将讲怎么去编复歌 和一些前奏的编法 我们简单的先来温习一下这个歌 这是前奏 好,进入复歌 声音明显的就比前奏淡了一点 这是复歌的前八个小节 就第一个八小节 然后我们要进入复歌的第二个八小节 加点钢琴 点缀一下 这样就避免了这个段落之间的重复 带来这种单调 好,进入Precourse 那么这个节奏完全就有一个变化 这就是暴风雨来前的那种宁静 马上准备进复歌 好,进复歌 我们复歌的和弦呢 还是和前面是一样 我们把这个Course的声部 和这个钢琴的声部 复制过来 复歌也是两个八小节 就是先一通复制吧 先把一些我们在复歌当中 能用的一些节奏也好 一些声音也好 把它复制过来 因为和声都是一样的 我们再把这个Bass 复制过来 我们这个钢琴肯定要改一下 我们先不管 我们先把能复制的 先尽量的都复制过来 就是在复歌当中 能用的部分 尽量的都把它弄过来 你肯定会要做一些变化 要不然这个复歌跟前奏就一样了 我们把钢琴修改一下 我们要还是老方法 删除一些音符 好好的想一想 多听几遍 去改一改 我们把上面的全三角 我们只留下面一点点 上面那些点缀的那些音符 我们就不需要了 就是隐隐的 这个复歌和前奏是呼应的 但是又不能一样 那我们第二遍 还是复歌的第二遍 第二个八拍 还是复制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pad也拿过来 因为复歌相对来说 是所有乐器 就最多的部分 我们还是要加一点 其他的一些东西 把这个吉他的 这个电吉他也复制过来 我加了一个扫弦的吉他 这个扫弦吉他很简单 就是一个选用的 一个音源的一个loop 先听一下 一个过度 一个吉他的一个 健强的一个过度 坚弗歌 健强 过度一下 我们前奏这一块 我们把它 就是把前奏部分 复制过去 但是肩奏还是要有一些变化 我们要为肩奏设计一些东西 先把这个第二遍补 阻隔 要复制的一些东西 先复制过去 然后我们想一想 这个肩奏怎么办 我们加点电子的音色 我就用这个水果自带的 这个 CAMER 这个合成器 简单的调一个 简单调一下 能用就行 然后我们设计一些音符 这个音符要和旋律 或者这个主歌 主要给我们的音符的这种音响 要相统一 不要编的跟其他的就不一样的 一个另起卢道的一个旋律 这样子就会觉得 好像是两首歌的一个感觉 我们还是要加一些点缀 这个反复的进 反复的修改 在编曲当中 有些东西就是 你要去细致的去调的话 但是还是比较费时间 费老子的 好 我们来听一下 加上这些音符点缀 它就像个尖座了 还是有点空 我们还想加一个 另外的一个合成器的音色 也是用水果自带的 好好调一下 选一下 我们再把下面的给补充完 我们来整体听一下 好 我们的等于节奏就编完了 关注我 学习编曲混音的小知识小技巧 请不吝点赞